这样啊 郭大峰你也照顾了他四五年之久 也执着地表达了四五年之久 虽然他并没有接受 对吧 但是作为男人公平竞争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你背后用一些上不了台面的方式就排挤他 恰恰使得你的对他在他心目当中的形象逐渐的降低 到这个时候你真的应该体现出一个男人的胸怀 就是向小陈道歉 你说呢 我这样想啊 其实这十万块钱 也不算是什么 但是我感觉如果他不接我这十万块 我的决定 也会改变 既然他今天都不敢来现场 不 我相信他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想法 他不管来不来 我相信他都没有拿 拿你的十万块钱 因为他现在确实是拿了 他有没有接受我们还不知道 不能拼你一个人说了算 好吧 对啊 找他找他过来 行啊 所以你先下去吧 没事你可以等着宇万婷没关系 你可以一直等他 他是拿了 但是我我想知道他会不会站在这上面来 我想他不会 既然拿都拿了 我相信他不会拿你的身份 我希望他拿了不会过来 也希望他真拿了 你让他自己说 那你这样吧 你这样来 你站着 把第二现场打开 小陈 主持人啊 你来了 为什么不出来啊 他拉了钱 你听到我说个话了吗 你说话呀 你好 清楚了 是小陈吗 主持人你好 请坐下自我介绍 主持人好 我叫陈一军 我来自广东广州 我是停解的司机 接下来我提问 你回答 好的 第一 为什么躲在第二现场 不出现在现场 拿了钱 回答我 拿了钱 来这是我的场子 这不是你的企业 来 回答我 我不想出来 为什么不想出来 不能再回避了 小陈 虽然我理解你这个年纪 可能会有一些懵懂无知 但是今天请你说出 你心里心所有的话 我今天是来 把那个十万块钱还给他的 小陈你真的拿了 古大分十万块钱吗 小陈你出来好吗 我们把事情说清楚 听我问 你拿了十万块钱是吧 是的 你为什么要拿呢 又为什么今天要来还呢 那天 婷姐跟古老板出去谈生意 因为喝了酒 等我开去接婷姐的时候 婷姐已经喝醉了 然后 古老板就跟他坐在后排 我坐在了 前排 但是 我通过反光镜看到 说 看到什么 算了 这个过去的就不说了 说 别乱说小的 我看到 古大哥 搂着 婷姐 亲了他 而婷姐没有拒绝 怎么可能 古大分 但是他当方面说 我再问你一遍 小陈 他当方面说 小吕 吕万婷是不是已经喝的 断了片了 没反应了 是的 当时 那他怎么拒绝 他已经不省人事 请问他怎么拒绝 是不是这 这是你拿十万块钱的原因是吗 不是的 当时 婷姐喝醉了 古大哥就 找我 他下车跟我谈话 他说 婷姐答应要跟他结婚了 而且以后就不用我来做大的司机 以后车会给他开 而这个十万块钱是婷姐的一番心意 叫我以后 不要在这里坐了 余万婷对于古大风一直以来的拒绝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小陈 所以你拿了十万块钱 那为什么今天又要来还呢 他当时是直接打卡 就是转给我的 我不知道 好吧 你是否愿意来到第一现场 小陈 出来吧 单方面的 这单方面你得看 你自己看到了 他怎么说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出来 我们把事情说清楚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让他考虑 我也不想再提以前的事情 至于古大风 我更不想说他 感谢不错